今天呢要來測試一下三人包的負重能力 所以呢我裝了一個9公斤的啞鈴 然後有一些油的煤的東西在裡面 實際秤重給大家看 有沒有有重機喔 你看重機被撐住了 15.1公斤 然後呢等一下還會再裝水 好準備去爬山 狗狗 像這種步道 就是很適合拿來實測跟訓練 因為很安全然後有很多樓梯 然後好累喔 目前背這個三人包爬山都覺得還不錯 邊爬坡邊聊個分享 就是如果你不是背長特長特短 那你把重物放下面就跟一般打包原則一樣 然後那個腰帶的地方拉緊 弄在你那個突出的骨頭上 那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CP值超高的一個背包 畢竟它才1500左右 2000不到 然後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我等一下來弄給大家看 這個背包呢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的頂帶可以很快也換成宮頂包 只要把它就整個打開 拿起來之後再把這邊扣起來 然後再調整一下背帶的長度 像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背起來 有一個宮頂包 這個宮頂包除了在爬山的時候很方便以外 還有就是如果你想要環島 或是當背包客旅行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大背放在青年旅館 然後就可以把錢包 或什麼重要的東西放到這個包包裡面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內袋 就是爬山的時候可以放緊急糧什麼的 然後如果你是去旅遊的話 就可以放一些貴重物品 還蠻不錯的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大背 中的小小小小的小小的 我可以把錢包摸起來 丟了 也可以等到一些小小小的地方 謝謝大小的小小小的 我沒有想念 你來想坐在你 現在的小小子 你可能接著你 你快點在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你叫我可以拿走 你那些小小的小小 swinging 我可以拿走 你 prote人 你拿走